记者萧宇韩台北报道 84岁富达人遗脏癌末期 他仅与儿子唐从圣 马之勤与教会教友在台北 Socal百货前快闪报夹音 本月13日他因使用强烈马非止痛贴片 导致严重过敏 紧急送医经14小时抢救 才从鬼门关将他拉回 经他再次表示坚决安乐死 认为自己已经死过一次 如今奇迹复活 现场喊话 求上帝让我完成心愿 只不过是逢圣诞假期 瑞士大家都在休假 现在去也没人理你 他今带着圣诞帽与教友 唐从圣献唱平安夜报夹音 看起来精神不错 不过富达人透露自己 14日住院时坐一分钟 要躺一分钟 大概十几个钟头坐不住站不住 神经错乱 听起来相当痛苦 上月在瑞士安乐死机构 获绿灯 但时效仅四个月 若过期还需要重新做检查 他下说 如果新的报告出来 我好了 就不用去了 他也担心自己无法 撑过飞往瑞士的25小时航程 我只能祷告 希望上帝赦免我的罪 让我完成心愿 看得出对安乐死的执念 他认为台湾总要有第一个人 去尝试安乐死并强调 我不是做秀 我这么老来做什么秀 富达人秀胯下运求 记者陈一宽舍 富达人秀胯下运求 记者陈一宽舍 富达人与唐从圣平安夜报夹营 记者陈一宽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